那目前這一班看到的這個程度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目前有12位這個學員填了這個問卷 然後裡面大概比較佔比重比較大的是入門 有7位 然後進階的話有3位 高階的話有2位 那些有點落差 那再來的話最想學什麼 就是VBA制定函數 VBA的程式撰寫部分 另外的話呢 連結資料部分 還有就是VBA這個 不過這個後面兩個都比較高難度 今天6個小時 我們要講到有點困難 所以前面也許我們會比較把焦點放在VBA 這個制定函數上面 那為什麼會單純想學的比較多 因為大數據分析 想要學這個 為什麼來最恐怖的 其他從網路上面 OK 好 那今天的話 第一個 所以剛剛沒有填到問卷 請各位就是幫我填一下 GG.GG 後面的話就是斜線VBA form 另外的話相關的資料 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 這個 我的雲端硬碟裡面 GG.GG 然後後面斜線是 VBA 106 那待會的話 因為我們要 我想 比較 快一點的方式 學習的話 還是直接拿問題來做練習 所以 待會請各位就是幫我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 那這邊是一個 VIP檔案 幫我把它下載之後 解壓縮 那裡面的話 待會也許 我們按部就班 那裡面的話 也許從那個 比較簡單的題目 開始 也許請各位就是 先幫我把這個 範例檔案 做個解壓縮吧 這個解壓縮 然後裡面的話 先幫我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的 其實這邊總共會有分成 五大類函數 那我們先從第一大類 文字與資料裡面 第一個文字與資料 函數裡面 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 當然 這個主要 我們是希望能夠 按照那個 題目的需求 ok 那這個地方先完成 我待會看一下 那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大概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相關的相關的資料 剛剛我們填的資料 另外我們這門課 其實我後面有蠻多延伸 目前 上的是一個系列的 就是從那個 比較基本的VBA 到VBA的自動化 到程式設計 到樞紐分析表 到自動化 視覺化的部分 然後再到Python Python 再到架設網站部分 甚至後面有延伸到認證 OK 這是我目前上課的規劃 以目前這一系列 課程來看 目前是最 最基礎的部分 那對學生來說 或者對你將來 就職就業的人來說 其實都有必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一套東西的話 以後你的工作效率 恐怕要很高 是有問題的 因為目前使用工具裡面最多 最廣泛應該就eSale 所以以後我們大概 基本上都會交換資料 很多時候都是用eSale 你說哪怕公家機關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沒有eSale 很多好像事情 就不太 不會做了 所以 基本上 如何在eSale裡面 增加效率 這一件事情 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怎麼做 後面其實有蠻多的解決方案 那 以我們這門課來看的話 我大概 是規劃幾個方向 因為在eSale裡面 其實 它主要是分類 分類的話呢 它主要大概分的九大類的函數 不過我覺得九大類太多了 我把最重要五大類函數先把它挑出來 那這個五大類函數就是 你如果遇到哪一類型的資料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解決問題是最快的 那比如說像文字與資料 比如說你有很多不同的資料 它可能放在不同欄位裡面 你要快速的把它合併為一個欄位 或者是說你可能有一個欄位 你要把它分割成 分割到其他欄位的話 其實就是資料的分割跟結合部分 OK 那其實當然如果以人工來做的話 你就是點兩下嘛 複製貼複製貼複製貼 那當然效率是非常的差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快速的把資料做 這個分割跟合併 這有必要了解 那這邊當然也是有提供了一些相對應的函數 裡面比如說最常見就是什麼切割函數嘛 比如說左邊切有Labs 右邊切有Right 中間切有Mid 那你要算長度有L1N 然後你要重複的話有Repeats 那如果你要怎麼樣 定義文字函數有test函數 相關的 這些函數我覺得都要熟 如果你不熟的話 說真的一個問題出現 你就麻煩了 你就只能塗髮鋼 塗髮鋼 哇完蛋了 如果像現在資料量都是幾萬幾十萬百萬筆的 那說真的你用塗髮鋼 剛剛每天在那邊點兩下複製貼複製貼 貼到什麼時候 真的還會遇到很多人 上班都在那邊複製貼複製貼 為什麼?因為他不會函數 那更不要說VBA了 因為函數還要把公司做出來 那VBA的話是什麼事都不用 程式寫完 只要一次就一勞永逸了 所以如果你有那種事情 每天都要重複再做一次以上的話 我覺得程式就非常適合你 因為你寫完程式之後 你會有非常非常強烈的成就感 為什麼?因為那個成就感做完之後 事情就不用再處理了 那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在辦公室會這些方法的好處太多了 為什麼?因為你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你每天真的是沒什麼事情 可以這麼講 你只要把程式寫完就好了 因為我的經驗 我以前真的就是 每天把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真的就沒事了 我還可以幫很多同事做很多事情 他們想說你怎麼每天都嫌成沒事 我已經都做完了 而且我資料庫也都連好了 我以後按個按鍵 我資料報表就完全全部OK了 我的主管也覺得說奇怪 你怎麼這麼快就交給我 他還有很狐疑的那種眼神看著我 我就知道 我不能太早交給他 我還是再改一改 拖個三天之後再給他 他覺得還OK 他覺得還是效率很高 所以其實 懂程式主要的目的並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做什麼高深的研究 其實講白一點就是 能夠讓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做有效率的事情 那尤其現在資料量這麼大 而且現在資料 資料是網道 也就是說資料裡面 Rodata來的 它是一個石油 你要提煉出你要的東西 才是最後的結果 那你要怎麼最後把那個報表 老闆要的報表 到底這一季的銷售量哪一個東西銷售量最好 它是往上還是往下的趨勢 那你要馬上把那個視覺化的報表給做出來 那你要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還是用Excel Excel裡面就有樞紐分析表 就已經有樞紐分析圖 你只要把VBA寫好說真的 很快資料倒進去 結果馬上就知道了 老闆問你什麼 馬上告訴他 他要做決策的話 馬上知道該怎麼做決策 而不是用猜的 而不是像以前 我們好像要推想的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大概會分成這幾大類函數 包含文字與資料 邏輯就是那個IF 然後做邏輯判斷 如果我今天這個問題進來的話 我要怎麼做篩選 他到底要不要執行不執行 比如說一個報表裡面 我想要抓出哪些資料是最大的 最大的那些幫我填顏色的話 那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來做當然不可能 可是用程式來做卻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OK 然後其他的日期時間等等的 那再來的話 其實我這個課的目的大概會有幾個方向 當然第一個我剛剛講過 提到工作效率 第一個 這個 這個消極面就是你就不用加班了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要加班 因為我太太都每天都要加班 我都說你應該學點程式吧 他一直想要來學 那今天其實本來我想要帶他來 應該坐後面偷偷 然後來報名一下 後來他可能想說禮拜六他要補免 因為平常加班太累了 那其實他真的很多地方都是不會的原因 但是我想要教他 可是說真的你自己人要教自己的 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的 而且你可能 他如果領悟力太差 你又覺得不耐煩 那你也不能讓他看出你不耐煩 可是你又覺得這什麼 真的有時候我發現 你本來應該知道 我真的是很驚訝 我說你居然不知道 連一個邏輯判斷的方法 他真的就是不會 我剛開始會以為這個不是應該都要會的嗎 OK 他不會居然還可以把東西做 把報表做出來 我想說你怎麼做出來的 當然都是用一些圖法院的方法 所以當然不會好方法 所以後面是比較積極面的 就是說你會了之後 當然工作一定是比較愜意的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不需要擔心說你會有東西交不出來的問題 即便老闆他很急著要什麼東西 你也可以很快的 沒關係 或者甚至你已經準備好了 沒關係老闆你等我一下 馬上報表給你 你要什麼我馬上給你 你要什麼答案我馬上給你 有時候像看新聞一樣 有些那個 他有些一些什麼什麼長 在上面被質詢的時候 一問三不知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你底下來幕僚 為什麼不能馬上給你東西 其實Data都有了 只是說他不懂得利用 像Excel Excel裡面可不可以做查訊 可以啊 可不可以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可以很快做出來 可以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他應該 後面的幕僚應該一定要會VVA 如果他不會VVA 說真的 要什麼真的沒什麼 而且有些東西甚至 可以很快可以做出來 大概這樣 第二個就是 再更激情面就是說 如果你有更多的技能的話 當然將來升遷轉職 絕對都不是問題 因為之前我有個學生 他現在跟我上進階班 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上了你這個課之後 他本來不會到會 他說他現在的薪水 是以前的Double OK這不是我講的 是他跟我講的 而且他們現在是外商公司 他說他們會這些東西之後 他們獨立一個部門出來 就是專門是改善 以前不會程式的這些問題 而是專門有一個team 就是為了要做一些效率提升上面的 這部分工作 OK 那再來的話有幾個目標 第一個 其實這裡面 你至少要學會什麼 裡面的函數到底有幾個 其實不重要 反正裡面的所有函數 基本上你都要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會的話 有問題出來 你怎麼知道對應的函數 應該用哪一個才對 那裡面的話 我是覺得你不用死費 因為其實函數有使用的方法 即便那個函數你從來沒有用過 但是其實你可以很短的時間裡面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他有一個邏輯性 OK 有什麼引述有參數 然後你給對的引述對的參數 他就會給你對的結果 他有點像是互動式的 OK 這個函數其實 這個概念其實也不只是在Excel 其實在任何程式語言裡面都是一樣 像Python也是一樣 Python你很多東西好用 就是因為他現在提供了非常多的函數 就Function 你可以怎麼樣 給他一個你的需求 他會給你一個你要的結果 像車牌辨識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給你一張圖 那我可以不知道背後程是怎麼寫 你只要告訴我車牌號碼是幾號就好了 欸 那我們只需要怎麼 知道說如何去呼叫那個函數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在Python裡面做最多事情 就是去什麼 就是去什麼 學會如何去引用你的那個函數來用 其實大概都這樣而已喔 你說其他是不是Java也是一樣 Java也是一樣的 OK 其他語言其實也是類似 只是說你拿別人做好的東西 來解決你現在的問題 除非那個部分喔 你也找不到函數的話 那你怎麼 你就要自己去想辦法把它寫出來 OK 不過那個等Label又不一樣了 OK 至少第一個Label 你要學會 人家提供給你的函數 第二個就是說 你再去什麼 如果裡面沒有的話 那你就學會什麼 制定函數 所以在VPA裡面呢 你可以 針對你的工作需求 去做制定函數的動作 OK 然後後面的話當然 要怎麼樣 進到VPA這個領域 其實Java也蠻用心的啦 他有錄製劇集 也算你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他可以幫你寫出來 他自己幫你寫喔 那個叫錄製劇集 但他提供給你錄下來的程式 不是完美的東西 而是一個可以用的東西 但是問題喔 還是蠻多技巧的 他只是幫你把滑鼠鍵盤的動作 把它紀錄成程式而已喔 OK 然後呢 但是如果說有些步驟 有些動作 你要修改 你可以去修改那個劇集 劇集其實背後就是VPA 劇集其實背後的程式 就是VPA 那這個VPA是 Essail幫你寫出來的 大概是這樣而已 所以有些時候 你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用錄製的然後來修改 可以 但是我覺得背後其實還有蠻多東西 其實坊間很多書籍喔 都是教你如何錄製劇集修改 可是我覺得坊間很多書籍寫的 真的是不是很好 因為他錄下來一大堆垃圾喔 然後呢可以出版 我覺得他好幾頁都是 根本就是佔版面比較多吧 OK齁 但是我 我比較強調是 我的實作經驗 直接就是分享啊 跟大家講 比較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就可以會這些東西 那學會什麼 學會VPA的一些相關技巧等等的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可以做出一些 像樞紐分析表 可以做出一些視覺化的結果 可能有表 也有圖出來 OK大概是這樣齁 其實Python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那再來的話 我會介紹我自己的 我在網路上其實應該蠻好找的 Google無老師這關鍵字齁 第一個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教學頻道 那我部落格上面放的文章 大概有上千篇的文章 蠻常寫那個教學文章的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的話 那我影片大概 一萬八千個影片 也就是我上課都把它錄下來 所以現在上課我剛剛講的 任何一句話都會把它錄下來 也成為歷史 用你的設備嗎 對我現在有錄啊 我有一個軟體啊 因為這做蠻習慣的 所以只要一上課我就會錄音錄影 好處就第一個啦 我自己會記得我自己曾經講過的 第二個是喔 學生回去也可以複習 所以你們如果擔心說程式不會寫 回去你repeat重看就好了 像這種程式的東西你要看一遍會懂你是天才 大部分都不是天才 所以我把它錄下來回去自己看 這樣的話我審時你們也審 審時你們也審 就是還要再每次問一樣的問題 OK 所以學習像程式類的東西 觀念也很正確啦 也很重要就是說 其實跟學其他東西不一樣喔 我剛剛講過喔 因為他是要求完美的 所以喔 你只要怎樣 你只要一個對的東西就好了 OK 那我教過的東西太多了喔 另外的話呢 我大概跟各位講到 剛剛訂閱人數 目前大概 YouTube上面訂閱大概 已經大概2萬 快3萬了吧 然後曾經有這個 這個創業的經驗 擔任過那個資訊公司 五年的那個執行長工作 也拿到那個拿過那個 經濟部給的那個 傑出創業楷模獎項 然後我 最早我入行的話 是擔任Procamer 程式設計師 OK 其實我最剛開始 就是寫程式啦 OK 那只是說程式對我來說是興趣 所以我不討厭 所以每天我都會 那為什麼會喜歡寫字 主要是享受那個成就感 把一件事情快速做完 就感覺蠻好的 其他相關的東西 大概跟各位 拿過一些獎項 這其實就是剪上天花 那我的證照也是 也大概有差不多30張左右 OK 那這些東西的話 像最近的Python 我也去考了 也最近也交了一些 相關的證照 OK 然後也 這是我的相關 這是頻道部分 那其他的話 參考用書 我是建議 坊間 這個 460 如果你要把 Easeo裡面的函數 全部學好的話 這本書還不錯 因為它裡面有468個翻例 也就如果你把468個翻例 全部做完 那也不得了 你應該是屬於達人等級的 而且這裡面題目還蠻困難的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這些 一鍵 什麼呢 搞定所有報表 其實概念差不多 我只是說這兩本書 優點是講得非常的仔細 缺點是好像裡面 下面這本書沒有光碟 也就你要自己把城市打出來 不過我發現自己打出來 最後結果都很慘 因為一run都run不出來 我發現很多人 所以我今天的重點就是 教各位 所以真的是寫出城市來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能夠 進入到VBA的領域的話 一定要自己動手寫 因為唯有你自己真的把它寫出來 才是真的懂 因為很多人買一堆書 我是倒不如你自己把城市寫完 而且可以run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書的話 其實充其量就是參考 參考而已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用自己的方法寫出來 才是對的 而且像這種東西 其實真的是 要做出來才算數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會先從那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開始講一下 然後 待會兒 電腦設備 看看怎麼樣解決吧 那如果 不行的話 也許另外一個方法 你們可以從什麼 可以把這個檔案 直接乾脆丟到 應該各位都有雲端嘛 不然就用Google試算表 如果試算表上面 不能寫VBA而已 這麻煩喔 OK 所以這邊的話 也許你們 待會兒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把這個檔 有沒有 先 齒輪先看一下 有沒有 把它轉換成那個 Google試算表 如果 不行 至少 函數部分 可以先解 你可以把它傳到 Google上面去 然後 在Google上面 把它打開 一樣 有一個 這就沒有問題了 裡面的話 當然 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反正它也是轉表 裡面的函數 基本上是相通的 你也可以在上面作業 只是說 它的作業方法 不太一樣 一樣可以輸入 一樣的公式 那這一題的話 主要 請各位待會開啟 這一題如果可以開的話 如果不能 就放雲端 我們如果希望 把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變成什麼 變成 這個正確的欄位 格式 長這樣子 09 有沒有 所以0911 1-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呢 84的話 要補一個0 1- 如果 不足3 就要補 5 7的話 就補兩個0 也就是把這個 最後串接的結果 快速的 放到我們的 一欄裡面去 應該邏輯很簡單啦 其實工作裡面 不外乎就資料的合併 不外是資料的分割 所以如果你可以解決 資料的合併 跟分割的話 那其實也是有很多問題 應該就可以很快解決了 所以 也許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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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